火山喷发突出炙热熔岩和浓烟 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一座火山近日喷发 是自去年12月以来第六次爆发 冰岛气象局表示火山喷发造成的裂缝总长约3.9公里 并在大约40分钟内扩展了1.5公里 雷克雅内斯半岛约有3万人居住 占冰岛全国总人口近8% 当地机场航班未受这次火山喷发影响 不过附近的知名旅游景点 蓝湖地热温泉和饭店已关闭并疏散客人 当地渔月重镇格林达维克近4000名居民 去年11月以来已大多撤离 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会对当地发电厂造成影响 这次火山喷发凸显拥有近40万人口的冰岛 所面临的挑战 当地地质系统在休眠800年后 近年再度活跃起来 研究显示岩浆聚集在地下 引发首都雷克雅维克以南地区有新火山活动 科学家警告 雷克雅内斯半岛可能会在数十年 甚至数百年内面临反复火山喷发的情况 中央社综合报道